作為一個醫生 柯文哲絕對是權威中的權威 當年他才35歲 就當上了台大主治醫師 兼外科加護病房主任 他是台大百年來的唯一 台大醫學系的學生 都尊稱他叫做柯P 而P就是英文 Professor教授的意思 清美醫院工作人員兩步並一步 趕緊將單駕推進急診室 胡志強則是快步地跟了進來 卻是躺在上面的 正是胡志強的夫人邵小玲 2006年底 台中市長胡志強和夫人邵小玲 是為高雄市長候選人黃俊英站台 回台中的路上 胡志強的坐車 被後方的小轎車超車衝撞 坐在左側的邵小玲 全身多處重床 嚴重失血 一帶一帶的血拼命往手術防送 只是邵小玲失血過多 護存的量不夠 瘦弱的邵小玲 緊急書寫13000cc 是全身血液量的三倍 去拿到救我的太太 拜託 好了 對不起 謝謝 謝謝 邵小玲的傷勢實在太嚴重了 左手開放性骨折 左前臂 保不住 必須截肢 柯文哲除了不停用電話 南北經驗交流 也立即派了一位台大主治醫生 以及一位體外循環機技術人員 專程南下 醫院難免有本位主義 台北醫生跑到台南去指手畫腳的 救火不一定有功 但萬一不幸失敗呢 救人有時候是這樣 不管是少俠或連陣 救人 醫生就是救人 不然你還分難理 多好笑 可能嘛 你就叫我才說 呼呼人 目前已經沒有 立即的生命危險 柯文哲從此聲明大噪 歡迎回到台灣啟示錄 我是王梅翔 當所有人為了自己的政治算計 和阿扁劃清界線在切割的時候 只有柯文哲 他還願意接下陳瑞扁醫療小組的召集人 因為柯文哲認為 就算是一個貪污犯罪的總統 也應該有他的基本人權 幹醫生幹了三十多年了 柯文哲救過無數的人 但如果要幫助更多人 從政會是一個選擇嗎 我後面都這麼後面都隨身有 我這裡有病的那個 他都沒有出來講 每個星期 柯文哲都會看陳水扁的醫療小組開會 列席了有北社前社長陳昭茲 陳水扁的兒子陳志忠等人 說好聽點的 柯文哲他是陳水扁醫療小組的召集員 但事實上是 這個燙手山芋根本沒人想碰 這樣事情對我來說是靠分的 被自身示威 保持一種 很清高的態度 其實阿扁還是有爭議嘛 其實參議院跟眾議院 跟那些國會議員有談了一下 其實當然談到最後一定會談阿扁 我就跟他講說我今天來 不是來跟你們爭議 I don't come here to argue that he is innocent or guilty 不是來跟你們辯論說他有罪沒罪的 I believe it's now it's time to stop 有時候善待敵人你知道 也是文明的表證 曾經停扁也曾經批扁 但醫者仁心當陳水扁深陷淋雨 柯文哲還是無法置之不離 2006年在台大醫院擔任苦克醫師的前總統女婿趙建民 驚爆特權炒股吃三井宴喬人事案還射入台大醫院的採購案 讓台大百年的威望蒙塵 當大多數的台大人尷尬地默不作聲 黨政色彩深綠的柯文哲卻率先地跳出來 投書沉痛地反省 教育的目的是把壞學生叫成好學生 結果今天把好學生叫成壞學生 那這個是教育系統有問題 那個時候你怎麼會想要寫這篇文章 這也沒什麼聯合報的記者 他講說我是寫給林鳳玉看的 他拿去讀一讀就給我拿回去看出來 就這樣 他以前很正常的小孩怎麼變成這樣 我覺得老師也有責任 他值班才會煮那個扇魚粥給護理師吃 很正常的小孩子 就比較活潑啊 南部來的比較活潑 而且成績比較後半端 所以我那時候跟林鳳玉講說 趙建民是不是做錯這不是問題嗎 真正問題是台大院為什麼出現趙建民 這才是問題 柯文哲是醫生也是老師 眼中的趙建民不是個壞學生 只是一個剛出社會 還不太懂事的年輕人 針對外界有人質疑 連聖文上市恢復這麼快 會不會有造假的可能 當天看過他上市的台大醫院 創商醫學部主任柯文哲 出面澄清他說他可以作證 我是做生意的人 我才是最大證人 對啊 難道有人要懷疑我講的話 對不對 我就看過傷口 看過電腦看成說 第一季就看過了 對不對 這個怎麼造假 不會啦 柯文哲他自己本身是228世界的受難者家屬 一般認為他有深綠色彩 他還原當晚急救過程 因為判斷沒有傷到腦部 才會交給整形外科主人 組成醫療小組 至於連聖文在術後第三天 就可以吃麵包喝稀飯 柯文哲說 這是連聖文運氣好 再加上台大處理的好 醫療上不用去懷疑啦 就是牆傷 運氣還好 後來到處理得很好 就恢復得很快 柯文哲說這個時候不應該質疑醫院 應該是警方要趕快破案 找出真相 讓大家不會再有懷疑 四年前為了替連聖文澄清 槍傷沒有造假 柯文哲大方承認自己深綠的立場 沒想到四年後 兩人成了競選台北市長的對手 柯文哲做夢也沒想到 會被煩咬一口 柯先生過去因為是深綠的 現在又想去拉攏深藍 不知道這樣的轉變 會不會對自己的精神有很大的衝擊 一句精神衝擊會很大 連聖文忍不住暗奉柯文哲 這可讓很多人看不下去 前行政院長謝長廷 就忍不住為柯文哲暴曲 對 人家是就他講這句話 他怎麼用這句話來攻擊人家 我認為這很不厚道 所以我講說政治不能超越人性 雖然柯文哲沒有露面 不過也在臉書上PO文 他認為不管是政治人物或媒體 都應該堅守基本的道德與價值 否則就會造成信任的崩解 人民之間不互信 更不相信政府 這是目前台灣社會空轉的重要原因 強調這是一場針對假的選戰 這樣的信念 我會一直堅持到底 這篇真與假的文章 雖然沒有點名連聖文的名字 但針對性十足 2011年台大經報艾滋病患器官物質風暴 一名感染艾滋病的男子意外摔傷不治身亡 五人員急急忙忙要把他推進手術室裡 因為失去意識地出境男子家屬 簽了器官捐贈卡 讓醫院人間的行為看似大愛 但卻成為別人一輩子永遠的痛 多知情的家人將他的器官捐出 但把關了台大醫院 卻沒有經過事前的血液篩檢 踩住煞車 讓五名病患接受了移植手術 可能因此感染艾滋 一場台灣醫療史上前所未見的風暴 就此引爆 台大自責理虧 罕見地由發言人出面道歉 對外的說法是 醫檢師漢協調師傳達錯誤 總要是負責吧 要不然怎麼辦 這院內有什麼壓力嗎 不會啦 不會啦 院內給我什麼壓力 到底是檢驗報告錯了 還是協調師聽錯了 台大一時之間也說不清楚 壓力全落在小小的協調師的身上 人是我招考的 我訓練的 我觀察 作為手冊節目是我寫的 我打複子把它搬去換 幾歲女生叫她承擔這種 她怎麼說 我是想說你們不要忘記 當年那個總總那個女醫師怎麼自殺 你們不要忘記這件事情 那她怎麼跟您說的 那我怎麼說 我現在就每天拍一個人叫 我不敢讓她留在家裡 擔心下屬想不開 柯文哲一間單起的監督之責 自情處分 一口氣辭去了台大細菌小組的負責人 和衛生署器官勸募主持人 沒想到也讓自己成了整起事件當中 最顯著也是最唯一的目標 還有亞斯伯格症 她看不懂人家的臉色 譬如說人家生氣了 或者是人家有心陷害她 她也看不懂 她也不在乎 柯文哲被監察院彈劾 說她明明是氣菌小組的負責人 卻置身事外 有負醫生之責 再隔一年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更是突然在8月中 一個週休假日的晚上11點鐘 公佈了調查結果 認定柯文哲廢遲職務 將她降兩級處分 當時柯文哲正在歐洲 面對突襲 她完全無法為自己辯駁 這個關鍵記憑控訴的時候 我要跟各位控訴就是說 我先生的長官還有我先生的同事 還有我先生的同學 在這個事件當中 到底是怎麼陷害我先生的 才是我們的國家 忘記我們家還有服兵 話講出去是收不回來的 我今天講的話 我負完全的法律責任 政府的動作都是很奇怪 選一個禮拜六晚上11點 然後我不在的時候 台大醫院也是一副嗎 好像事不關己 她處在一個孤立無援的狀態下 那種抓狂的 跟我先生 我們兩個都穿了25年到26年的 那個醫師的白袍 那是我們一生的榮譽 如果有任何的不實的話 我跟各位講 我從此不再穿上白袍 我知道我太太一直很不平 她就是很不服氣 她覺得這種 你為什麼要接受這種 根本就是太扯的噴絕 而且你是被大家一起陷害的 柯文哲太太也是個醫生 瘦弱的她 只身來到了台大 借了台大的場地告台大的狀 這個犀利人妻 不是只有 只有控訴小三用的 我們在某一個場合 看到了台大醫院的報告之後 才知道說 原來事情是這個樣子 我們被台大醫院害 我要知道說 台大醫院的員工 你們有什麼樣的院長 跟你們有什麼樣的副院長 我不想再躲了 犀利人妻單槍匹馬 讀上自己和先生的白袍 槓上了全台灣最大的醫療機構 她指控兩年前 台大當初把艾滋細菌事件 推給協調師聽錯了 是為了要掩蓋 台大協議檢驗單位的致命錯誤 其中有多份的文件造假 簡單來講 台大醫院的作法就是 沒有這個SOP 它假造一個SOP 然後再寫一張檢討報告說 當天晚上 就是因為柯文哲 沒有按照台大醫院的SOP去做 才會出事的 院長 副院長 甚至還帶頭 交出了一份假的SOP 給工程會 把責任通通推給柯文哲 讓台大執行 關鍵就是這個 這個復健 這個是台大醫院 台大醫院給衛生署的 檢討報告 根本原因就是第二條 依據本院醫療座位常規 大家上電腦確認結果 復健 讓他做一個復健 可是這個東西是不存在的東西 因為他看到這個報告 真的是很火大 他一向是脾氣不怎麼好的人 結果他就把那個文件 都塞在那個座子上面 說你們說這個報告到底是誰寫的 你們寫這種報告等於是送柯文哲去寫 接下來這一幕 我想我一輩子我永遠不會忘記 一個醫學中心的一個院長 還有三個副院長 沒有人承認這個到底是誰寫的 後來呢 大概氣氛尷尬到 王明駒受不了了 他就說 然後柯文哲 他說 當時候很混亂很混亂很混亂 他就一直強調說當時候很混亂 他說混亂當中報告就這麼出來了 我把他這個定義成這個院長式的靈異事件 我說我回去跟我先生講說 我不曉得你們醫學中心的那個幽靈會寫文章 和台大這30年的感情 柯文哲曾想息事寧人 不過卻攔不住他的犀利人氣 柯文哲這才知道 太太不只是家中最堅實的後盾 還會幫他擊鼓名冤 本身在台大醫院工作 他對台大醫院有很深厚的感情 那你說今天叫他去舉發那個 他的同事跟同學 我覺得他真的是 有點於心不忍 他是不忍心說 讓我再去面對這些人 再去面對媒體 我說說這個沒有這個流程 陳文鋒就跟我講說 那我就跟你們道歉 他就一呼呼說 我就跟你們道歉 他們大街罵人小巷道歉 我說我才不要 我說我要你們公開澄清說沒有這個流程 結果他們不要公開澄清 然後媒體就知道 他說台大醫院承受不起啊 當時台大高層還安撫他們說 就在工廠片上解釋清楚 他說院總是會 我們都已經給他排擠一下 就想要說你不要再這樣污染人 這些人不想為什麼他不想下去 拿起監察院的彈劾文 柯文哲從頭到尾看了一遍 還畫上重點 依舊滿肚子火 只是我沒有想到人性這麼險惡 我說我負責結果 他全部灌給我 就這樣而已 這個先決定你有罪 然後再開始找證據 這個實在太扯了 柯文哲滿腹委屈 他的妻子同為醫師的陳佩琪也很擔心 先生到底出了什麼事 你在外面到底是做錯了什麼事 為什麼要被人家取消 取消醫師證書要撤銷執照 我跟他講說你知道我沒有犯罪就好 吵什麼 他說你被關進去以後 誰知道你有罪沒罪 陳佩琪還投書媒體說 柯文哲無常幫衛生署寫白皮書 幫忙訓練成員 一天工作18個小時 但監察院就認為 寫白皮書的人就要負責任 以後誰還敢寫醫療白皮書呢 陳佩琪也說 柯文哲不是一個盡責的爸爸 把時間奉獻給台灣醫療 不過監院和台大醫院 卻否定了他的貢獻 陳佩琪跟直接了當的說 我是他太太 我替他抱不平 也替自己扛下這麼多家庭責任 讓他能專心感到不值 今天人家跟我講我才知道 那你看的內容沒 剛剛才看了啦 我覺得實在是 阿算了 你有沒有很感動 唉 這個 這歎氣是很感動 還是覺得家人對你不捨 沒有啦 不要不要 你希望你家的男人 在最危險的時候 丟下自己的部下跑掉嗎 還是為了保住自己的官員 環繞自己的部下 就是 那個人聽著說什麼 哭而已 七指真切的話語 讓一向給人硬漢形象的柯文哲 流露出感性的一面 質疑你說那個 裁購項目跟實際的物品不合 講不出話忍不住哽咽 一向談笑豐盛的柯文哲不見了 取而代之的是 騷下巴猛搖頭 醒鼻子深呼吸 看起來手足無措 他沒想到被台北市調處約談 竟然是笑著進去 哭著出來 你現在的心情怎麼樣 是不是有睡不著 不會啦 坦白講齁 這個講起來就很丟臉 常常助理蓋的 我們是真的不曉得 平常變財無害嗎 今天怎麼變這樣 一個制度搞到幾百名教授 全部涉案 這很清楚嘛 這國家在空轉嘛 這個奇怪 所以好像感覺上 每個人都很認真 可是整個國家在空轉 都在做虛工嘛 所以我說 為什麼GDP不到一%就是這樣嘛 約談前後兩樣情 看到柯文哲情趣激動 支持者立刻上前為他打氣 秀秀果然有效 柯文哲得到鼓勵和安慰 下午在一場演講前接受訪問 終於又有心情開自己玩笑 發現就我自己在說嘛 我現在是貪賭案的嫌疑人 天啊 我要去找 我要去把那些屍體找出來 實在是 他所謂的找屍體 就是找出四年前採購的物品 因為辦案人員追問 為什麼買了五萬八的筆電 四萬五的攝影機 五千塊外接硬碟 五張總價一九五零元的 摩洛歌椅 採購總額將近十一萬 卻用耗材的名義核銷 你知道一張一張發票 這樣跟我查 我實在是氣到嗎 實在是 很氣 比那個北洋政府還糟糕 北洋政府聽說還比較尊敬溫忍 人人犯罪的狀態下 有的辦有的不辦 這樣就變成選 會出現選擇性辦 不是故意針對我 就順便踢我一腳而已 柯文哲認為這些成年舊帳 都是助理待辦 卻使自己被當貪污犯追究 他跟所有涉案教授 一樣感到難堪 更擔心法律問題政治解決 為什麼一定要交流民進黨 為什麼要把事實趕進籠子 那去選擇一個必敗的模式 這是直接挑戰蘇貞昌的柯文哲 這是毫不掩飾心裡話的柯文哲 柯文哲柯大炮 儼然成為一種風格 在政壇上還逐漸形成 有話直說的柯文哲效應 說真話效應 柯文哲一點都不怕太高調 引起注意 但醫界挺柯文哲可是挺得很低調 柯P竟然跑到醫院裡去看你院母的病情 當體醫生來了真這樣子 而且蠻晚的 而且11點 好像在追女朋友一樣追求你 我是有感動的 柯文哲一個小小舉動 讓姚立民暖到心坎去 但外界好奇姚立民出身犯男背景 挺身而出挺柯P 動機又是什麼 你們有交換未來的官位的條件嗎 他不是他不會這樣子做 我也根本沒有跟他討論過這一段 可是我確定知道一點 嗯 他說了競選團隊跟 叫做執政團隊是不同的團隊 嗯 這第一 第二 執政團隊 他會有一個叫做影子內閣的一樣的概念 那他做了市長 你會不會做官 你會不會做副市長 嗯 你會不會 我做大學教授 撇清有利益交換 姚立民強調目前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幫柯文哲開拓票員 我想請教是這個總會長 為什麼 為什麼會決定投入柯文哲的陣營 其實我今天帶來了 我在第三次選立委的時候 我的競選的文選小冊子 那我想在這裡 那我這小冊子上面寫的就是問政為政 我的這個競選的夾克也還在 那各位看到這個夾克的後面 你有看到 就是有三句話九個字 就是用真心講真話做真事 那我想說 剛剛我秀的這個競選小冊子的這個封面 跟我這件夾克 那可能大家就應該可以了解 為什麼我會 我會去支持柯皮 在台灣的醫生裡面 我敢說這樣 我有幾個特色 就是說沒有人生死比我看得更多 因為我每天常常看那個 我常常想說這應該會活 他怎麼會死掉 我說這個應該不會過關 他意外活了 我最大本領就是忍受不確定 到過50歲以後 慢慢才知道說人就是人 他人有七情六欲 他不是一個單獨存在的 他是在社會中的一個人 他有家庭有什麼 所以慢慢就看到了 病人跟病人旁邊的人 什麼是對的什麼錯 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沒辦法解決 你們都知道這個對這個錯 為什麼他沒辦法做 當然大家也講不出理由 所以好像我們在台灣社會 缺少一個說國王沒有穿新衣服那個小孩 我去看那個小孩 那天還會有什麼事 會是在我家中看 很難聽到 你會想說 我會想說 你幹什麼 因為我會想說 你會想說 你會想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